给大家说一件荒唐的事啊 我给特斯拉道歉的视频 让特斯拉给投诉下架了 等一会啊 等等我这壁垒人哦 说话严谨了 这壁垒人 特斯拉你搞错了 那是我给你道歉的视频 这法院都判了 我给你道歉吗 那怎么的 我给你道歉怎么还要你投诉了呢 你到底是要道歉还是不道歉呢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吗 我还是个宝宝 知道吗 到底是道歉还是不道歉呢 到底咋的啊 我这这么穷 我给你道歉 我给你道歉视频 还让你给我投诉了 下架了 那你到底怎么做 奥斯卡有没有什么小经验 你给我发一个有没有 那个你是不是出现乌龙事件了 那是我给你道歉的视频 我说的挺好 我说不应该说特斯拉 对不对 特斯拉在这个新能源时代挺好 最近妈比日系强比德系强 这不是夸你呢吗 你给我广告可以吗 跟你道歉 说不应该说你 不应该管闲事 是不过你高高挂起 对不对 那你说那些车子买特斯拉那一刻 他就已经决定了 是不是 已经觉悟了 对吧 那个跟上时代的步伐吗 开脚 徐雷布这一二道令 显得当时不让实际 充满爱的这么一个速度 哗到另一车员了 这不对吗 车很好 确实是比很多人 日系德系强 对吧 然后我也不应该说你们那些事 这不是正宗歧视道歉吗 怎么 还要你给我投诉了 来让大家看看 这次投诉是怎么说的 看看 影响特斯拉公司正常 怎么 影响 我这么大威力吗 还能影响 他公司正常的运作 也是 影响我是正常 什么行为 这里看 等会 整了必得整 整了 我这体制 容易 这么毕的人 哎呀 我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那又没有把上风转也拿上来 明后天把上风转给老姐们晾一晾 那法院判了怎么道歉 跟道歉还不对了呢 你不赢了吗 你用一个小小的名誉权这个事 居然把这个朝着屋 那个事故都给发了 说你那个跟车都没关系了 这回跟车都没关系了 那什么阿猫阿狗 轮船飞机创的 跟车都没关系 顿章取语标题大 标题卡卡整理 对了 这个视频你要不要也投诉一下呢 这也是我给你道歉的视频了 哎呀 上万亿的企业 这家伙全是上来了 就律师团这个那的 你把我咋的了 真是 我已经给住你面子了 告诉你啊 不要再下轮投诉了 对了 我深入了 那个视频还能回来 哇 好 牛逼 对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